过来 一头 花生老工厂工人来公司闹事了 赖着不走 开样子是想逼你跟他们谈判 这样 你先回避一下 我来处理 我知道了 我来处理 行了 你处理也行 那你快点 让他给不住啊 一走万事啊 离我们去吧 不是 八公关也在半天 我们在一起 你回来 再见 你们一说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一种办公室在哪 都去工作 把门关着 好的 易总 快快快快快快快 说吧 你们只有三分钟 好 你找机器人替代我们 又捡我们薪水 什么意思啊 再说了 上哪儿找我们像我们这些 任劳任怨又有责任感的员工啊 对 对 对 去哪儿找 去哪儿找 一只机械肘壁一分钟 可以做三十块肥皂 你们谁可以搬到 钱强 贾长长 一说到机器人 比你们强的地方 你们就哑口无言 我说你们的自信 怎么就跟股票一样 随时可以浮动了 你不要说的 那么有哲理的样子 在你的心里 和机器人相比 我们这群 会累会恶的工人 早就一步是处了 对不 总公司 在很早之前 就向花年岛工厂 提出过转型计划 你们有谁 给我提出过新的方案 这个不用早提了 如果转型观光工厂 你们觉得 游客是喜欢听老员工讲故事 还是机器人 如果再加上手工肥皂的教学课程 你们觉得游客是喜欢老员工教 还是机器人教呢 这不都是你们的优势吗 可你们呢 只会怪我砸了你们的饭碗 谁给我提出过新的计划 连机器人 一代一代都会被淘汰 你们却想用十七岁学来的手艺 活到七十岁 如果我是你们 我不会这么着急 跟老板谈判 而是会让老板 探讨我的价值 而不是一味的愤怒 好了 谈判时间到了 你们要是再不走 我就叫保安了 厂长 老板 要不我们 先回去想想刚刚那两个计划 我怕回去往那儿传赶不上了 我不先走了 小哥 刚才我老婆打个电话 说他都咋了 你们先回 不是 你们都走啊 爸 要不咱也回去 把磁产马拉收了 我去总场接你啊 好 你就等着看我们新的价值 别到时候再找别的借口 别装弃了 你家藏南机场真是狗啊 我在外面网络都听见 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公司本来是打算全面自动化生产 多亏你在这儿力排众议 积极争取 才保留他们部分员工 要不然他们全都得回家吃闲饭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没必要跟他们争辩 对了 让你准备东西呢 我必须准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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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